今天是2022年1月18日 还有两周的时间就要过年了 这也就意味着各大卫视的春晚活动也要来了 今年的周深依然受到了市场的大力追捧 受邀加盟了多家卫视举办的春晚活动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去年 在去年的2021年周深加盟了三家春晚 央视春晚合唱了灯火里的中国 江苏卫视春晚演唱了歌曲《归处》和《牛仔很忙》 而在湖南卫视全球华侨华人春晚中 周深演唱了歌曲《微观海洋》 而在今年的2021年 到目前为止周深保底有四家春晚 央视文联春晚、北京卫视春晚 东方卫视春晚和江苏卫视春晚 而且这两天还有好消息 央视2022网络春晚官宣了 之前网上有爆出周深已经录制了央视的2022网络春晚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爆出更多的路透消息 不过周深加盟央视2022网络春晚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既然已经官宣了 那么这两天可能就会有缺切消息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至于湖南卫视小年夜 就有点琢磨不定了 虽然网上有各种宣传 但始终看不到一点鲜样的路透 不过这也非常符合湖南卫视的营销风格 一般都是让外面的风自然炒热 无论最后是否属实 节目本身都收割了一波热度和流量 所以周深今年的春晚活动 大概率是5加X了 另外东方卫视和江苏卫视 也相继开始预热各自的春晚 东方卫视春晚的路透是 车库里听周深高音自带混显效果 说的是周深的高音直接传到了场馆外 不过相比东方卫视的扣门 江苏卫视就要大黄的多了 因为江苏卫视的路透不是在墙外 而是直接在仰播厅 周深和清华和尚团合作的歌曲 《粗味时空》超好听 另外小编总感觉周深应该演唱不止一首歌曲 毕竟去年还演唱了两首 不知道今年会不会还有一首自己的歌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视频的最后是小编上一个视频的细节拓展 首先腾讯音乐游泥榜终于官宣 歌曲My Only曾为周深在游泥榜的第11首夺冠单曲 同时也是第31首高分歌曲 并且再次刷新个人新歌综合得分记录 另外我们知道周深的新歌在去年的收听人数突破了一个亿 而新歌收听人数能够进入一亿俱乐部的只有13个人 非常了不起 周深的新歌My Only是电视剧开端的OSD主题曲 根据官方消息 周深为这部电视剧带来了超高的流量 周深的转发数突破了200万 这个数字是主演的两倍还多 但是主演的粉丝数是周深的四倍还要多 周深在流量方面绝对是硬核派或者是实力派 所以这个也不难解释 或者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 周深虽然拥有不多的微博粉丝数 但是依然能够得到众多影视剧节目组的青睐 是因为实力唱功加实力流量 周深的春晚你却期待哪一家呢 你如何评价周深的硬核实力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经历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